台灣的社會 需要爭 沒有爭 就不會有善 沒有善 台灣的社會 就不會有美 各位親愛的好朋友 真假是非的問題 它是超越黨派 超越藍綠 我們台灣社會 不要被政黨綁架 不要被藍綠綁架 但是 我們也必須坦率地說 台灣的社會在犯政治化 犯政黨化 犯藍綠化 讓很多事情的真真假假 是非黑白 都變得非常模糊無清了 任何事情都要還原它的真相 包括歷史 包括個人 沒有真相 這個世界 就不會有真正的問題 今天 我們藉著關雲長的關刀一用 青龍燕月刀 斬堅除惡 更重要的是 去除社會上所有的虛假 還原到社會真正的真善美 從今天開始 我跟社會上一群不分藍綠的朋友 心中只有是非黑白的朋友 我們共同來追尋真相 還原歷史的真相 還原事實的真相 只有如此 台灣的社會真正才有希望 未來的蘇環針 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點 蔡英文博士的論文 是真是假 台灣社會必須要弄得清楚 各位 請大家 我們理性地討論這個問題 今天 如果蔡英文的論文是假的 它不是下台而已 它可能是讓我們國家的安全都會受到影響 我們法律沒有判斷以前 我們不做任何的猜測 但是 我們希望 作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必須把你論文真假的事情 還原一個真相 我希望 各位 在面對論文真相這個問題上的時候 大家不要所謂的立場 政黨的色彩 星期六 也就是12月25號 我很榮幸地 跟長期 在追這個案子的彭文正教授 我個人對他 非常的敬佩 因為 他在追尋真相的過程中 百折不饒 受盡了很多的打壓 但是這種堅持的精神 就是我們台灣百姓 應該要學習 應該要努力的 彭文正先生與我 邀請我們台灣所有的朋友 12月25號 星期六 下午2點到5點鐘 我們在凱道 我們聚在一起 我們的訴求 非常簡單 就是訴還真 還原論文的真相 各位 論文如果不是真的話 那麼 總統這個職位 那可能就是假的了 如果論文不是真 總統他為了掩飾他的論文 他極有可能會受到外國團體的壓力 而犧牲到國家的安全 所以各位 總統論文這件事情 是真是假 已經不是他個人的事情 是有關於我們台灣安危的事情 我們不能因為我們的總統論文是假 我們總統就被別人勒索 然後我們台灣的國家安全 就受到了影響 我聽說 看網路上 氣象報告 12月25號 星期六下午 天氣會非常的冷 寒流來了 甚至可能還有一點英語 但是 我真的想告訴各位 與其在家裡面 裹著電毯 看著電視 是咒罵台灣的社會 我只拜託各位 只要大家一個步 戴著的雨傘 穿著內衣 請各位 到凱道上來 走一走 我們大家一起來集氣 論文輸還真 好不好 好 各位 天氣會很冷 會下毛毛的細雨 但是我真的拜託各位 為了我們台灣社會的真 我們一定要走出來 好不好 好 第二件事情 台灣的社會的真假 不是品而已 我們的歷史文化也在造假 各位 看到我後面這舉的牌子嗎 你亦廉恥 這四個字是國家的思維 視為不張 國乃滅亡 各位 我們今天的歷史 我們小孩子的教育 太多的真假不分的在裡面了 還在兩個月以前 我在接受電視訪問的時候說了 我們對所有歷史的傷痛 我們都應該謹記 如果有任何被歷史所迫害的 我們應該給它還原 還原給它真相 但是歷史有造假的事情 我們也必須把它說清楚 講明白 今天我站在民進黨的中央黨部的門前 我再一次向民進黨挑戰 我拿我張亞中卑微的七百萬的退休金 我要求民進黨派代表出來 我們來談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天天吵著要裁中生紀念堂 把蔣介石打成一個跟納粹一樣 迫害台灣人民的元凶 所以說我想跟民進黨辯論的第一個問題 蔣介石到底是不是228的元凶 蔣介石到底是228的元凶 如果你可以拿出任何的證據 任何的資料 我七百萬元送給你做排毒的基金 但是如果你不敢接受我的挑戰 便不贏我 告訴你 從此以後 你不要再談蔣介石是228的元凶 面臨中生紀念堂 也從此以後請你閉嘴 各位 228蔣介石是這個元凶 它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這件事情不分藍綠的 完全不分藍綠的 它是一個黑白的事情 這個事情 我們今天站在民進黨黨黨的面前 我們要求民進黨跟我們公開的回應 這是第二個素還真 素還真還原228的歷史真相 第三個素還真 是台灣史的素還真 各位我們都是台灣人 我們也愛台灣 我們必須了解台灣真正的歷史 在這一方面 我也編過歷史教科書 我了解到現在的特綱 現在的歷史錯誤在什麼地方 但是我也必須要講 我現在只是一個在野 我沒有能力去動這個教科書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全台灣 全世界的華人 我們都可以參與台灣史素還真這個活動 目前我們即將公布 我們分為新朝跟清朝一 日本殖民時期 民國時期 還有二二八時期 這四個階段 我們徵求全世界年輕的朋友 你們能夠拍十二分鐘到十五分鐘的影片 然後來參與比賽 這四個主題 每一個主題的冠軍 第一名都是獎金一萬美元 我們找這麼高的獎金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拍出一些高品質 還原歷史真相的作品 讓真正的台灣史 能夠得到大家的了解 我們相信我們在台灣 我們都愛這個土地 我們唯有真正的了解我們的歷史 我們才會真正的熱愛我們的土地 但是現在的台灣史 充製的謊言 充製的謊言 包括日軍時期 但是不斷的去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 包括把新朝對台灣的治理 說成是消極治理 甚至說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只有台灣人 沒有台灣人 台灣人是藍島語族 而不是中華民族 包括在民國時期的時候 中華民國政府 土地改革 三七五檢築 公平放離 跟著有期田 九聯國教 中小企業 台灣為了台灣的安全 我們守護了金門外島 然後種種的事情 可是在現在的 所有的歷史教科書 從來都沒有被真正的了解 所以我也在網路上會募款 我也希望大家支持這種整個網路上的募款 專案募款 我們募款的錢就來做台灣史的訴還真 各位 這三件事情 基本上是我們未來這一年 我們數還真的所有的主題 那這三個主題裡面 重中之重 對我們當下有利 就是我們總統的論文的真假的事情 所以我再一次的呼籲 拜託 恳求 各位 大家一起 站出來 12月25號 下午2點到5點的凱道 第一次的集計活動 是我們記得彭文正先生 在網路上 在媒體上 一個人 跟他的團隊 非常辛苦的捍衛歷史的捍衛事實的真相 但是 正如同彭文正先生所說的 我們的蘇環城活動 我們的論文真假活動 我們要進到2.0版 這個2.0版 不再只是在網路上 在法庭上 而我們要走上街頭 我們要我們人民集體的力量 告訴蔡英文說 這件事情 不關你個人的事情而已 這件事情 是國家的安慰 國家在全世界的榮譽 我們必須把它了解清楚 所以說 我再一次的恳求 大家 在12月25號 我們第一次 站出來 各位了解 我張亞中 跟彭文正 我們沒有任何 政黨政治利益的支持 我們就是一個輔助老百姓 跟各位是完全一樣的 我們沒有能力去動員 所有的團體遊覽車出來深遠 但是我相信 真理 一定可以喚起大家的良知的 我肯接著拜託大家 用你的腳 走出來 那一天的晚會 那一天的下午的活動 沒有什麼禮物 也沒有什麼 找一些有名人來唱歌 我只希望相關的人上去演講 這個活動 或許非常的平淡 我們的場地 在凱道 我希望把大家舉報 我們真的是一群 為了追求真理 為了追求是非 我們真的是部分黨派 我們是超越黨派 我們部分藍綠 我們只講黑白 好不好 好 各位 在我面前有五個假 台灣的社會 何止這五個假 請大家提醒你的拳頭 用力往這五個人身上 敲下去 我用關刀 我希望斬斷台灣所有的虛假 好不好 好 好 來我們第一個 你們用拳頭看 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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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希望台灣的假 從今天開始 從我們台灣消失 好嗎 好 台灣要今天要一個是真的社會 沒有真 就不會有善 沒有善 就不會有美 我們希望台灣更美 我們就讓台灣是一個真的社會 好不好 好 好 我拜託大家 12月25號 一起到改道 謝謝大家 好 加油 加油 加油